競技場上就是我們的舞台 你要如何拿出最好看的自己 或是記住最好的自己去展現出來 大家好 我是張家哲 曾經參加過一屆奧運兩屆亞運三屆四潛賽 這次我出了一本新書叫《永不放棄的跑者魂》 這本書包含了我的21年跑步的生命歷程 希望在這本書裡面能夠帶給大家一個 不一樣跑步的一個新的想法跟知識 其實也是受到家庭的影響家人的影響 我爸爸跟我哥哥先去參加路跑賽 每次到假日的時候他們就去參加路跑賽 然後就帶回很多的獎盃還有一些香皂 一些贈品 那我覺得好棒喔 你假日出去玩 那我卻只能補習 那完了回來之後還有帶很多禮物回來 那我那時候就跟我爸爸說我也要參加跑步 參加路跑賽 那之後跑了之後發現說其實 跑步這個運動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項目 因為它是一個很個人化的 那就是你跑步的過程中 那也是也可以跟很多朋友做交流 但是在跑步的過程中 是可以自己去調整速度 要快要慢 或者是今天要怎麼樣的方式去跑 那跟團體的項目 比如說棒球啊還有些籃球的話 他們就是必須要以團體為一個優先考量 所以我覺得跑步的話比較屬於我的個性 就是我可以掌控跑步過程當下 我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 最難忘的當然還是2012年的奧運 對 那那時候比賽的時候其實只有拿到第77名 但是在整個過程之中呢 你發現說觀眾對我加油的那個態度 就感覺好像我是拿第一名 對 那我覺得這是我一個很難忘的一個感受 因為在台灣的話 在比賽過程中可能就比較沒有觀眾 那路旁的話也比較沒有加油聲 那每次當出國比賽的時候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就覺得 特別的感覺不一樣 雖然有很多身份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都是自己有興趣的 對 然後也是自己想要去從事的 的這些身份 那其實 每個人從小開始就很多身份 他可能在學校是學生 然後回到家是小孩 當他長大了他就變成 變成別人的父母親 對 那可能他喜歡玩鐵人他就變鐵人 那在整個過程中其實我們 人生在24小時裡面其實一直是不斷轉換身份 所以因為我很早就了解這一點了 所以對於其他的身份來說的話我覺得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只是說 生活上你如何去調控那個時間 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因素 其實在 2020年奧運回來之後 就 感覺到近後期基建有一些不舒服的狀態 那時候就覺得說 邊跑邊做復健 那還沒有太大問題 那其實這中間的過程反覆的有兩年的時間 在 2014年相川完歸辦成馬拉松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想要破全國紀錄 那 跑到7公里的時候發現說 原本不舒服的地方就更痛 那我就沒辦法跑 那時候就有做救護車到醫院去 那時候醫生檢查 可能就以為是 痾痒性骨折之類的 那回來台灣之後 也檢查不出原因 因為近後期基建剛好壓在三角韌帶的下面 對 所以就很難檢查出來 那是直到說 同一年的就是 隔一個月之後 就 用意志力硬著去跑 世界半成馬拉松在丹麥 那跑的過程中 跑的過程中 那18公里的時候 就發現他有 他近後期基建有斷裂的現象 那 那 近後期基建斷裂的話 其實還不影響走路或 跑步 那我還是慢慢跑 跑回來 那時候就是拿到最後一名 109名 對 那之後呢 回來台灣 就到 台大找 找比較知名的醫生去做開導手術 那對於 醫生來說這種手術 自體移植手術都是算小手術 他只是跟我說 可能往後的復健會辛苦一點 對 那 整個復健過程確實是 比較無聊 然後也比較 聽痛感也很 蠻嚴重的 那 因為自己本身還是想要 繼續能夠跑下去 能夠回到賽場上 所以 還是 在那段時間還是覺得說 這些事情應該要做 所以我還必須把它做完 那因為 這是我去下的一個決定 那產生的結果 那我必須把它承擔起來 對 基本上有學到很多事情 第一個就是 如果受傷的話 應該就要立即停止比賽 立即停止訓練 那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捨不得 對 捨不得 就這樣停下來 我們訓練很久了 捨不得 比賽就停下來 或是 捨不得 休息 對 那因為這代捨不得 然後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用意志力撐過一切 因為過去我們已經跑到好幾場馬拉松了 我們也在 好幾場在疼痛感之下 跑到這個馬拉松 那以為 再一次也可以撐得過去 那很多就是這種 捨不得 還有對自己的誤解 還有對於 意志力的迷信 覺得我用意志力撐過一切 那最後導致一個 更嚴重的 運動傷害發生 那 這個更嚴重的 運動傷害發生呢 就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承擔這個後果 所以第一點我覺得 在於什麼 如何下判斷 如何堅持 如何放棄 這中間要去做抉擇 變成一個 第一個 我的人生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那第二個 當然是 在物理治療 還有做復健這方面 比如說復健 然後會做比較多的核心肌群 還有一些小肌群 還有一些穩定性的訓練 那 這些訓練是 以前比較少去接觸的 以前可能比較多是跑 很多人就覺得 馬拉松就跑嘛 跑就對了 那 再來就 有加入一些重量訓練 那 比較多穩定性小肌群的 核心的訓練 就比較少去缺乏 那這也是可能造成 我受傷的原因 那整個復健過程之中 確實有把這些訓練給加進去 那也發現說 我以前比較 弱的項目 或是弱的肌群呢 開始有得到一個好的 不錯的發展 那我發現說 現在開始訓練的時候 其實還會把這些訓練 復健過程 學到的訓練 把它加到訓練裡面 然後讓我在 整個訓練過程中 可以更順利的完成 目前的成績 目前成績大概回到80% 對 然後我都會說 我都會說我現在大二 就是現在是大二的成績 對 所以應該說自己變年輕了 我從2014年到2018年受傷以來 我成績一直在進步 應該說從零開始 然後我的成績一直在做進步 所以因為我成績有進步 所以我信心慢慢堆疊上來 所以我會覺得有可能 對 那 醫生會覺得說 大概會恢復到以前 最佳的80%的狀態 就已經很好了 對 那在 這些評估之下 我覺得 會不會回到以前 最好的成績或更好 有可能 但是可能很小 對 那不知道會是多少 因為以前也沒有遇過 這樣這麼嚴重的運動傷害 對 這四年來一直有在進步 那 這個信心是有累積起來的 對 然後我會覺得有機會 但 對東京奧運有什麼想像 目前 腦袋裡面想的就是 如何讓真彈的文創商 創造更多的業績 對 我每次都說我要 月收入10萬 但是我一直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對 那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也看到說 我這四年來 從零開始 然後又慢慢進步回來 甚至到現在 可能 台灣的選手的馬上成績 今年也沒有人比我好 對 大家會覺得說 啊 讚他者又有希望 大家會對我又有一個期待 然後又會開始覺得 要把我推坑 推到東京奧運去 那其實我的目標還是覺得說 我如何讓我自己的 另一方面的所謂的 自己的一個收入來源更穩定 然後才有辦法去創造 這個2020東京奧運 是否有更多的機會 然後達到這個標準 對 呃 其實沒有預期會出書 對 然後 我的 人生計畫裡面 其實沒有預期會出書 對 那因為我覺得出書對於我的 訓練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幫助 然後 當然啦 這本書可能對於我的曝光度 或者是 別人看到的 對我的形象 是有加分的 那 至於這些形象加分啊 或是曝光度提高 會不會後續帶來一些影響 我是保持一個樂觀的態度 那 這本書裡面 當然是有談到很多 過去訓練的方式 還有台灣跑步的文化 還有現在最近可能 是去年的東京馬拉松 跑到兩小時19.59秒 然後 的這些生命的歷程 那集合起來 希望給大家 一個感受啦 就是其實 呃 我們經濟運動員 跟大家跑走也是一樣的 就是 會遇到很多困難 然後也需要很多人幫助 然後也需要 很多人的進場加油來鼓勵 那比如說很多人去跑東京馬拉松 會覺得哇東京馬 沿路都是觀眾加油 然後他們會覺得很興奮 然後覺得很開心 然後覺得很感動 但是我們的田徑場裡面 或者是我們台灣的馬拉松 是沒有人看的 對然後這些競技運動員 是不興奮的 是不開心的 是不感動的 那 這台灣的運動員就會 不覺得 當運動員是一個很驕傲的事情 對 那就不會想要繼續當 持續當競技運動員這件事情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看到 這本書裡面看到說 其實我裡面有寫到說 我去皮皮帕馬拉松 這是為了選拔2010年的亞運 那在選拔之前呢 其實是一直被 有些聲音啊 有些聲音說 你已經讀研究所啦 趕快讀研究所出來 卡個教師的職權 那在台灣的時候 你 你都是接受到這種聲音 就是 否定你現在做的 那你應該是趕快去做另外一個 那當我去到日本 參加皮皮帕馬拉松 我發現說 沿路也是42.19公里的沿路都是觀眾 然後甚至有人拿著壯行旗 在人行道跑 然後替他的朋友加油 那我就覺得 當下我就覺得很感動 那感動的感覺就是覺得 原來我只要離開台灣就好 我只要離開台灣 我就可以得到這麼多支持 對 那也是那時候我發現說 好像跑步的觀念 不用一直侷限在台灣這個區塊裡面 你只要走出台灣 你會發現說很多人是支持你跑步的 很多人覺得跑步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是一個很值得被尊敬的事情 所以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想通了啦 就是 跑步本來就是一個自己的事情 對 然後不管是 協會知不知辭 或是知不知辭 但是跟我 隔天醒過來要穿上跑鞋去跑步 其實是兩碼的事情 對 那也是說 為什麼我可以跑這麼久的原因 就在這上面 對 基本上每天都在懷疑自己 對啊 那 不管從以前年輕到現在 對啊 你年輕的時候 你又懷疑說 你自己可不可以拿群中心金牌 你可不可以上大學 上了大學之後 你會懷疑自己 可不可以讀亞奧研究所 然後可不可以去參加一些 比較像市井賽亞奧運動 可不可以當國手 這種項目 那當你 考到研究所的時候 你可以懷疑說 你會不會 會那麼畢業 基本上 經濟運動員跟一般人 遇到的問題 大概都是一樣 那很多人說 我們經濟運動員 對未來是一個 恐懼害怕的 但是我也會對這些經濟運動員說 我們對未來是一個恐懼害怕 可是一般人 他們對未來也是恐懼害怕 其實我們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如何吸收更多的知識 吸收更多的資源 然後讓未來去創造出那個未來 很多人說 嗯 在大學的時候常聽到說 跑步人單飯吃嗎 你讀 體願能幹嗎 你讀體願出來有什麼工作嗎 那我都會說 其實我們讀體願的學生 不用太擔心了 對啊 因為我們還有個墊背 就是哲學系 對 如果哲學系的人沒事的話 我們體育學院的人 絕對也沒有事 對 所以我覺得 經濟運動員跟大眾最常發生的事情 就是鑽扭腳踐 他們就是看到一個框架裡面的東西 然後一直鑽扭腳踐 然後發現說 可是他們不願意多去接觸一些其他東西 那如果你接觸到哲學系的話 你就發現說 哲學系可能出來工作 會比體育學院出來工作的人 還要更辛苦一點 那想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心情就快要放鬆一點 對 對 其實我一直給年輕的學生一些建議 就是說 我們的觀念要改變 我們一直提到說 競技運動員未來是辛苦的 對 然後反過來說 有什麼樣的工作項目是不辛苦的 對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聽過任何一個工作是開心的 我沒有聽過任何人 沒有抱怨過他工作的事情 對 每個人都在抱怨他工作的事情 每個人都說工作很辛苦 對 那只是 那反過來講 其實 我們經濟運動員辛苦 本來就是 本來就存在的 生命本來就是痛苦的 對 那這是一個 沒有辦法去解決的事情 你只是 想辦法說 如果在這個痛苦裡面 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 你比較容易去接受這痛苦 對 那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 年輕的經濟運動員 真的還有興趣的話 那就是 繼續的朝這方面發展 如果你在大學的 或者高中的 你真的覺得沒有興趣的話 你真的就是 轉到其他的 你比較有興趣相關的項目去 或者是其他的類型 對 而不是一直說 非要留下來不可 因為我覺得台灣 現在有個觀念很奇怪 就像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不讀書我們去跑步 老師就會罵我們說 我們只懂跑步不讀書 以後就沒前途 對 然後現在我們對於 年輕的經濟運動 也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 你到大學 你不練了 你就是不堅持 對 你是個不堅持的人 你出社會的話 你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成功的人 這個跟我們以前 把讀書當作第一優先的 那個想法 是一樣的 我們覺得 你自己的運動員 你在大學沒有繼續練的話 你就是一個不堅持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詭異的想法 為什麼大學了 一定要繼續訓練 為什麼到大學了 不能轉到其他的系 去找尋自己更喜歡的事情 就是你唯有找到自己 更喜歡的事情 你才可以在這種 很痛苦的生命當中 去承受這個痛苦 要不然的話 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每天都在抱怨工作 每天都在抱怨工作 然後沒有做任何改變 這樣的生活會比較好 對 那是我覺得 對年輕的經濟運動員 希望說他們改變觀念說 經濟運動員不是弱勢 經濟運動員是需要幫助 跟每個人一樣都需要幫助 任何人都需要幫助 那因為我們受到幫助 我們才長大 對 那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受到幫助就是弱勢 對 我們還不到達弱勢這個項目 我們四肢健全 我們可以跑可以跳 對 那為什麼我們會是弱勢 所以這個觀念要改變 要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台灣經濟運動員 一直就是靠條啊 非常的就是 爵士樂裡面撐得不入 就是靠籃掉 就是好像當運動員很可憐 可是如果你看歐美的選手 當運動員就是 帥美正很酷很炫 對 那你不會看到一個打NBA的球員 或那個大學的球員就是 好像很慘 在美國你在學校你是校隊 你是一件很酷很帥的事情 這是你當上校隊隊長的話 這是最屌的 對 那是為什麼在台灣是反過來的 對 這是我們觀念問題 如何把它扭轉過來的話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點 對 我常說一個名言就是 先求帥再求快 那先求帥很多跑者會把它翻譯成 就是跑字要先正確 才會跑得快 對 那對我來說 因為我之前研究所的時候 是比較偏運動心理學的 然後我是研究身體意向 也就是說你必須喜歡你自己 然後你才會繼續的重置這個項目 如果你不喜歡運動員這個角色的話 把你一留下來也沒有用 我給你最好的資源 我給你最好的課表 但是你不喜歡這個經濟運動員角色 那你還是會想要偷懶 想要離開 想要躲避這個課表 可是可能會裝感冒裝生病 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很喜歡當運動員這個角色 那我們再來談課表 再來談資源 這樣子你才把這些課表跟資源 放在對的人身上 他才有辦法變快 所以先求出來這個點的話 我希望說運動員在自己喜歡的運動的田徑場上 可以盡量去表現自己 對 而不是到夜店去表現自己 既然說你在競技場上的時候 競技場上就是我們的舞台 你要如何拿出最好看的自己 或是記住最好的自己去展現出來 對然後不是說 因為有時候競技運動員比賽比多了會有點隨便 可能我單位比我隨便用手貼個白貼手寫一寫 我就上場比賽 對那比到最後都 你感覺到這個人已經有點像工作卷帶疲乏了 他覺得無所謂 反正我今天有衣服穿 然後有鞋子穿我上場就好了 我不會注重說我上場的時候我的衣服是要乾淨的 我的鞋子是要乾淨的 對這個在日本的比賽的話可能是常看到 任何一個大學生 他們一定不會穿的一個破損的跑鞋出來參加運動比賽 當然啦這跟經濟方面有很多方面上的問題 所以我只是說如果我們越注重在我們自己是運動員這個角色的話 那我們對經濟成績方面的話 才會越有好的發展與表現 那有越好的發展與表現的話 才會有更多的贊助啦 或者是其他的觀眾啦 粉絲啦 那才會有更多的一個良心的循環的產生 對 如果是剛剛要進入跑步的人我覺得不用急著去跑馬拉松 對你可以先從肌力上恢復 畢竟我們現在是所謂的文明世界嘛 就是坐的時間比站的時間還多 對 然後坐車的時間比走路的時間還多 所以其實我們肌力已經是退化很多的 那我們的想法會是覺得我們還在小時候 我們可以在街上跑來跑去好像沒有事一樣 但是身體的肌肉已經退化了 所以在整個認知上 認知跟身體的肌肉這個型態呢 是有一個差距 所以在於初學者的話 我還是強調說你的 機翼的訓練的恢復還是相當重要 這樣子會讓你在跑步的時候 比較減少你運動傷害的產生 對 那如果你已經是跑步的跑者的話 我覺得還是一樣把自己的 跑步的生涯看遠一點 那你可以發現說 現在有人一年兩年就可能跑完了白馬 或是兩年三年四年就跑完了 我們所謂的六代馬拉松 那當然它可以很快速的去累積起來 但是也很快速的發生了一個運動傷害 那也很 有些經驗是需要時間去累積的 如果你很快的就完成了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會發現說你可能學到的 或者是從中得到的經驗可能還不夠 或是你完成了你可能就想要離開了 對 你可能就不想要繼續再從事跑步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這個時間緊在拉長一點 比如說你從十年再來完成六大 對 或者是十五年再來完成六大 慢慢的去從馬拉松裡面去累積經驗 因為我常說的 知識加經驗才會等於智慧 那知識是很容易得到的 知識你可能學兩三年 你就可以甚至你上個跑班的講課 你就可以出來當一個什麼跑步行李教練 但是經驗是很難去累積的 你可能需要十年十五年的時間慢慢去累積 那這才是一個從馬拉松可以學到最寶貴的東西 我覺得馬拉松教會我很多東西 對 第一點就是 如何解決問題 那我們在整個訓練過程中 比如說比賽 這次跑步好 為什麼 那整個訓練上一定會 有什麼原因 或者是比賽過程中 發生什麼事情 溫度 濕度 賽道 還是我比賽過程中無幾的錯誤 所以發現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習慣之後呢 我就會在生活上 我也是這樣子 我發現問題 我想把它解決 那比如說我成立Live Shoes 那我發現說台灣有很多偏鄉的運動員 經濟是 人力是比較不足的 那我也發現說 過度磨損的跑鞋會造成下次運動傷害的風險提升 好了我們發現問題了 可是我也很想把它解決它 很多人是看到這個問題了 就是不解決的 好像視而不見一樣 對它知道偏鄉缺乏物資 然後也知道說跑鞋對於下次有運動傷害 它不解決 那我發現說 它解決問題有很多的方式 你可能募款啊 二手拍賣啊 甚至跟一些廠商做合作啦 甚至可以募集 像我募集一些跑者的 所謂的八成心的跑鞋 然後再清洗之後再 轉介給我們的基層運動員 所以是有很多方式是可以解決這些事情的 而不是一直強調說政府不支持啊 或者是企業不支持 或者是協會不支持 那反過來說 我們自己本身身為一個跑者 我們到底支持了什麼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我們到底改變了什麼 這才是我覺得 在馬拉松裡面我們必須要去處理的事情 像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真正的馬拉松在馬拉松之後 對 很多跑者會把它解釋成 喔馬拉松完之後你要趕快做恢復 因為你還有下一場馬拉松 但是我覺得 馬拉松跑完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要去解決 比如說很多人說 經濟運動員未來是很難去發展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到任何一個 長榜相關的基金會 去運作去run這件事情 可能有一個叫做 台中馬拉松信託 對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 藝術層面的基金會 或人文層面教育層面的基金會 但是關於體育方面的基金會 確實少之又少 那這件事情卻沒有人想要去解決它 對 那我自己個人還滿驚訝的 也就是說我的未來也是想要說 從這方面去發展 當然成立基金會不是只有 幫助運動員 給運動員贊助而已 而是無如何提倡 跑步的文化 讓更多人去看到競技運動員 對 那就是正如我現在所做的這些 不管是行銷或是宣傳 所以才有這本書的出現 我是全台灣跑奧運馬拉松是八位裡面的其中一位 然後我是2012年參加倫敦奧運 但是為什麼我是第一位參加奧運馬拉松的選手出輸的 可是那之前那其他七位呢 那甚至最接近2018年 2016年有三位馬拉松的選手 有何敬平 有謝千賀 有陳宇軒 那為什麼他們都沒有人找他們出輸呢 對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整個文化提款方面 是宣傳方面還有行銷方面是需要多加強的 要不然每次比完賽 然後Polo照片出來文章出來 然後大家說我怎麼都不知道這個消息 我好想去看 對 那可是之前我們可能也有一些推廣 但是推廣的程度還不夠 所以變成說一般觀眾或者是跑者 想要繼續看的時候就會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那就像我們又回到剛剛講的 我們在賽道上面有很多人替我們加油的時候 我們也感到很感動 但是我們如何把這份感動帶給經濟運動員 讓經濟運動員可以留下來在這 留下來在經濟運動圈裡面 我們才有未來更多好的經濟運動員去產生出來 對 訓練 一個禮拜訓練的話 可能就早上跟下午 對然後看情況 現在早上的話 如果覺得疲勞的話就會 就會休息 那可能早上練完上午就 包貨啦出貨啦 然後下午可能就稍微小睡一下 然後下午就繼續接受訓練 對 那也是因為我自己開工作室也是因為說 時間分配上比較自由啦 如果我去當一般的工作的話 可能我的時間就會被幫助 對 那也是因為我繼續想要訓練 繼續想要從事這方面的經濟運動 所以才會自己成立一個工作室 那這一切也剛開始 那有人說 那你以前都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那現在做會不會覺得擔心什麼的 我說擔心是會擔心啦 可是你看到很多跑者 他以前也不是體育班出身的 以前也沒跑過步啊 可是他可能花了兩年三年的時間 他就可以跑到六大 他也可以跑馬拉松 所以變成說你自己想不想學啦 各位我現在很多人 那跑友會跟我討論什麼跑步的書籍啊 然後我說 我現在很少看跑步的書籍 我現在看行銷的書籍 如何行銷的書籍 我現在比較偏多看這方面的一個訊息 然後還有如何去從事從商業上做生意的角度去看事情 對 所以我的生活剛好跟別人是反過來的 對 大家現在開始要學跑步 那我是現在還開始要學 如何從事做生意 然後大家會 可能比如說 我的上午是可以處理一些公事的事情 那下午我要去訓練 那可是下午的時候 有很多人正在上班 他跟我聯絡 我變成晚上 我在吃晚餐的時候 六點半的時候 或七點的時候 我才一邊要吃飯 然後一邊回他們訊息 然後變成有時候 事情的話就會多一天 變成下午的事情 我要晚上聯絡 然後變成他們隔天再做 就會變得稍微慢一點 那我覺得也沒關係 我們就學一些 學一學義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嘛 拖點時間也無所謂了 對 我覺得還是一樣的自己的 多看一些事情 因為我看了很多跑者 我跟很多跑者的接觸 我就覺得說 他們都可以學跑步了 為什麼我們都可以學做生意 對 我們為什麼要局限在說 我們只會跑步 對 那很多的時候 我們亞洲人 我們台灣就很急嘛 就今天事一定要做好 那我又看到意大利也不錯啊 對啊 那你稍微擺爛一點也可以啊 生命是可以過得去的 對 那我覺得因為看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呃 是沒有自己想像的這麼嚴重 對 其實我好像是很 在之前那個蓋布列薩阿西 他也是現在退休了 那他之前 傳奇就是他五四場比賽 沒有沒有輸過一場 對 那當然他他跑步很快 長拿冠軍 會被受人尊敬 但是我覺得他最令人尊敬的地方是 他賺了獎金之後 他回去到他的故鄉 他會 對他是伊索皮亞人 他回家在故鄉有時候 他會幫故鄉開 開電影院 然後開一些學校 辦理學校 對 但為什麼他開電影院 是因為 呃 他也是在宣傳文化 因為伊索皮亞沒有電影院 沒有什麼所謂的這些 呃 影像文化的東西保留下來 然後他也是像是培養說 伊索皮亞人不是就會跑步而已 他可能會有演員 對不對 那現在他也是 也算經商啦 只是他會把很多資源 就直接帶回到他們的故鄉去 對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自己本身 必須要學的事情 就是我們 在跑步上面 然後賺了很多獎金 拿了很多 呃 贊助費 然後除了讓自己過得更好之外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 整個我們周遭的環境的人 可以過得更好 而不是自己 呃 掛了很多面 一上百面獎牌 然後呢 對 這變得有點孤方至少啊 你在家裡面掛了一兩百面獎牌 然後呢 當你過世的時候 你的小孩還是會把他拿丟掉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 整個路跑賽 最不環保的就是獎牌 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 你紙杯 不管用多少 你都可以回收 但是獎牌 它是一個混合式的金屬 你掛了 好 你掛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那你走的一天 你會死去啊 那這些獎牌怎麼辦 你的小孩 你的下一代 會留下來嗎 一定是丟掉的啊 那丟掉會丟到哪裡了 買到哪裡 會燒掉燒到哪裡 對 這還是我們覺得未來最嚴重 我們看得太近了 所以未來很嚴重的事情 其實我們自己是 看不到的 對 人們的確 都可以回到哪裡 你也看不到 你還會來 破壞 你 又可以走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